嗨,您好,主播您好,您是我能认识接触到的最好的一个最有知识渊博的一个主播,所以我有件事想您请教一下,我说的是真事,我说的是真事,我可以把所有的证据发给你,我说的是真事,就是去年的时候我和我老公都在外地工作,后来呢有天板,我老公他晚上给我,我母亲晚上给我打电话, 他说他被我爸打了,当时我很惊讶,谁被你爸打了,我妈被我爸打了,我当时很惊讶,因为他们俩结婚四十多年了,我妈对他特别好,没听过动手的事,对,我妈一顿饭没让他做过,连晚上洗脚水都给他端,所以我就不相信他会出这种情况,我就回来了,之后发现我们家的房子,出租给一个 那个外地的一个女的了,那个女的跟我一边大,比我大两岁,我妈 大概剧情我已经浮现出来了,对,我妈 就是瞅她可怜,因为这个女真的很可怜,她老公死了,她闺女儿子对她也不好 就以五百块钱的 那个 每个月的包吃包住租给她 还包吃 对,包吃包租 这是哪年的事儿啊,然后后来呢,那个,我觉得他们俩之间产生矛盾是因为这个女的,我就让我爸爸把这个女的轰走 你爸多少岁 当时,我爸去年是六十八 行,完了呢 然后他,然后我,然后当天晚上,我就发现他们俩住在一起了 发现我父亲和那个租户,就比我大两岁那个租户,他们俩住在一起了,当天晚上他们俩就把我和我妈打成重伤 把你都揍了 对,把我也揍了 然后我们报警了以后,才知道说,我父亲和这个租户俩人结婚了 啊 对,不是那他跟你妈离婚证离了吗 我,我跟您说,我说的是一句一句,全是真的 他,我问我母亲,我母亲说,16年的时候,我爸骗他,说要买房 然后呢,就,就办理了离婚,办,当时说是办假离婚 16年,这个租户啥时候租进去的 租户是2021年 早有预谋啊 对 这个租户说他认识,我爸认识十多年了 十多年前他老公死了吗 他老公没死,但是这个女的跟村里好多男的都有染,您知道吗 他可以为了一串堂壶了,就跟人睡觉去 不是,这咱没必要,去客观就评价,完了呢 然后后来那个,后来那个,这个,我跟您说,然后来我就问我妈 我说那那现在,就说你们俩既然办离婚了 那他现在,我说您现在有,手里有什么 我妈说他离婚了以后呢 这个他,我母亲的银行卡全部都在我爸的手里 我们去银行一查 我母亲跟他结婚四十多年来的存款也好,什么都好 就给他剩了一万多块钱 离了多少时间了 八年了 对 八年的时间他全都给取走了 然后来我们就,我们就去找他嘛 然后他的那个离婚协议上写的是 房子,就是两人是因为感情不和去离的婚 有一套商品房全部归我父亲所有 我母亲什么都没有 这是离婚协议 然后但是呢 他离婚协议漏了一点是什么呢 是有一套宅基地 那套宅基地上面有一个北屋的五间 然后呢我母亲呢就说那个在北屋的五间那个那个前面呢是有一栋楼是两层的楼是我花六十八万盖的 我打款给我父亲那个盖的这个房 然后呢那个我母亲就去找他 这个女的有几个孩子 那个那个女的有两个孩子 大的是男孩女孩 大的是男孩小的是女孩 多大了 他的 大的应该二十五六吧 小的应该是二十三 你今年多少岁是吧 我今年四十了 行 然后呢 然后后来那个后来我后来那个他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 他们把我们就是我盖的这个楼房他们根本就不让我们进 后来我们 那他这属于非法侵占呢 你这不法律上没规定是谁的 对 然后我母亲就去起诉他了嘛 法院判定的结果呢是说 呃是这样 他他给我母亲写了一张条 说北屋五间是给到我母亲 呃那个那个楼房呢 不支持不支持 说是离婚协议 是那什么的 说离婚协议认定是有效的 并非是 那个那个 真实意图表达 但是我父亲给我母亲写过一个条 说当时就是离婚是为了买房 啊 写过个条离婚是为了买房 那你打官司的时候你没拿出来这个啊 咋算 拿出来了 但法 但是那个法官没有支持到我们 那因为你这东西是咋的 这是证据 做佐证不了啊 还是怎么的 啥原因 我觉得能佐证 但是他这法 但是他他那个 因为他把我们打了之后 他在那个法院笔录里也写清楚了 说是那什么嘛 是为了买房离的婚 因为当时当时那个警察很同行我们 所以所以问他的时候 问得很清楚 他也说是为了买房离的婚 你孩子大了 我孩子现在一岁了 男孩女孩 男孩 有一招能回了一半 您说 就你爸得嘎 我知道 但关键是 他现在特别像着那个女的 那没关系 他像不像的 他嘎的 他也得给你拿一半 你是 你是 那个亲属嘛 你是血缘亲属啊 但是我觉得他会给 他会给那女的写遗嘱的 我就 我就跟您这么 我就这么跟您说吧 那个女的让他 让他站着 他都不敢跪着 他就已经听那女的话 他听到这个地步了 他俩现在在 在在在在 在你们那个之前 跟你妈住 那个地方住哪 现在 对 那个那个楼房 是我花钱盖的 感谢我莫叔 咬牙刷水的那个啥 热气球啊 你老公现在啥情况啊 我老公其实 我老公其实想揍他 但是我给拦住了 你现在想要啥吗 你想想要钱 还是要出口戏 要房子 那房子值多钱 房子 在北京的宅基地 然后那个 楼房 大概上下两层 是300平米 理论上来讲啊 嗯 等你爸快不行的时候 才能力 才会利益住 嗯 就是突然间 是来不及的 嗯 我明白 但是突然间 不能跟你有关系 嗯 莫叔 莫叔 莫叔你能不能上个麦 莫叔 我有点事 有点法律上的事 请问一下莫叔 莫叔 大莫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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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人呢 你上个麦 我有点法律上的事 想问一下吧 莫叔 莫叔 我听一半 啊 莫叔 莫叔你好 我也是 这个 不是 这个目前来说 这种其实用的很多都是违禁的 对 其实是这种 不是什么罪行啊 这个直接就设刑法犯罪了 严重吗 你看一下造成后果呗 造成后果 这个下药是前队 间接 间接导致他爸 间接导致给他爸后悔没了 那肯定犯罪啊 这不用想 这种这种间接还是要 那不行 这不是头土 这不是头土 这个酒吧经常见 我说白了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很多直接就违禁了 但是我不能说成分了 教教坏你们 这个 这个只要有这个行为 就违反犯罪 你想都别想 造成后果的话 那另算 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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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这个情况怎么整呢 恶女 恶女夺家畅 那时候也感谢王臣 我说这个 我大概听一半 我说这个 就 当然我 肯定不比律师专业 但是我 告诉你一个 底层逻辑的东西 就是你得有证据 你要说啊 怎么骗了 你两口子离婚 骗 那好好 你来拿证据 因为法院要讲证据 怎么个骗法 包括电子证据 包括聊天记录 包括你们日常的 什么沟通 包括旁证 哪怕有人听到 跟你们没有厉害关系 这都能作为证据 而且法院是综合考虑的 嗯 你们之前怎么去约定呢 因为你不能主观异想啊 你不能觉得 我觉得啊 他好像是 假离婚完了 又跟另一个结婚 这个不能作为主观异想啊 啊 是这样 就说他们离婚以后 双方是以夫妻的名义去生活 而且对外所有的 对所有人的 那个那什么 都是夫妻的形象去生活 关键问题 好那么问题来了 好好我这一块我有画面了 好 这好 这是你给的 这个有可能法院会采信 那么他会抗辩啊 那你有没有想过对方说 啊那没有那没办法 我没地方住 我住在一起 所以说你要考虑到所有东西 这个证据预约还是不足的 只是一个 啊 他那个在微信里头叫我母亲老婆 并且呢 您说如果离婚了以后 他为什么还要继续娶我母亲 主观上是可以成立的 主观上是可以成立的 就是离婚 你叫你老婆并不代表他实际上 名副其实的夫妻啊 因为法律认定的还是那张纸啊 马朵荣耀天天叫他老婆 不因为你叫了他啥而认定你是他老婆 好 那他为什么离婚以后照样取我母亲的钱呢 取不取 这个是在另一桩里面了 你要现在你要证明是假离婚 如何假法 这就很重要了 包括他聊天 特别是电子证据 包括他的记录 他亲口这么说 你跟我假离婚 完了我怎么怎么样 那就可以成立了 他现在就很弱 现在我大概听了 你的完全是建立在信任当中很弱 贼弱 很弱 很弱 你别想到你 如果能证明那个女的 不是 或者如果能证明那个女的 当年就教他爸这么干这个事 就说回忆片 你喜欢跟你媳妇离婚 如果能证明那个女的 曾经教他爸干这个事 是不是也行啊 可以啊 但是证据呢 这个肯定要比 这个肯定要比后者要容易点 我觉得 证明那个女的曾经教你爸 回家去离婚这个事 我感觉比现在你这种已经离完婚 写完东西的要容易点 因为取到钱也不证明你们是假结婚 你取到钱最多仅属于 就是离婚之后的财产方面的纠纷 他不能证明 你现在无意证明这一点就很难 因为没办法 因为这个属于本身就是法律不能支持的所谓的假离婚 法律上本身就不支持你们这样的 所以你本来就属于在法律上的弱势了 你很如何 对 不带有不带这么搞的 我举个例子啊 就是咱俩约定 咱俩比如起一个本来就已经不符合国家法律标准 比如咱俩约定 去抢劫 我举个例子啊 比较严重的 然后五五分 结果呢 你四六分不合适 我告你 那么你在法律上能认定你五五分吗 对吧 那肯定不行啊 因为你的底子 你的基本就是不符合国家法律 这就很难 你知道我这个 因为我也有遇到 我现在也有遇到假离婚 那么人家会问你呢 好 那你怎么证明是假的 即使就是假的 那么这些钱啊 怎么的 那就是第二个纠纷里面了 关于财产方面的分割的问题了 对吧 所以这就很弱 那我想你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母亲在离婚以后 但是在跟她同居期间 从我这拿了185万 去注册了个公司 这件事儿 我父亲是知道的 并且他也出了1万块钱 这个公司呢 亏了 亏了大概100多万 我又把这个公司给买回来了 但是她这个185万 这个欠条还是在的 也就是说 她礼拜里还欠我85万 我能不能把这个 能不能把这个 可以 肯定能啊 欠条是属于 直接执行就行了 她要给钱就给钱 不给钱就申请 法院执行就行了 肯定了 可以的 因为这是我母亲 单方面写的欠条 不是我父亲的 但是我父亲知道 单方面那可不行 那借贷人呢 欠款人呢 你得有啊 我父亲知道这件事儿 而且他也 他这个 因为注册公司是200万 我父亲也出了1万块钱 并且他也会扯 并且他也扣了我东西 他说这些东西里有 他的东西 他扣了我大概30万的货 他说这些货里面 也有他的份额 那我可不可以说 我现在这个 这个欠的这个 我母亲欠我 这些款里头 也要让他去承担 我这个 这个那什么呢 欠款呢 已经离完婚之后的 对 离完婚之后的 的债务 对 那应该又涉及另一个层面了 我的妈呀 你们是真的是 跟我出难题的 民事本来不是我擅长范围 你给我出难题 我是刑事范围的 你要说违法判犯罪 我可以 非常感谢 你给我出难题了 你 我 我从来不回答 我不擅长领域的 因为我还要翻 我还要问人 我就不敢回答你了 因为我只知道 又涉及到另一个 就即使你们现在 抛开这种关系 你们是合伙人的关系 这又涉及到另一层了 嗯 你可为难我 你把我拉上来 你问我刑事犯罪的吧 大头 啊 你是问判死刑 还是枪毙 他老公如果跟他爸打起来了 他爸只要还手 就算护欧吗 你看什么情景 你一说护欧的话 我这个我就说 你要看什么情景 几个情景 我得拉出来 等会 赛某人有办法 不是啊 这公司范围 这个明显就是我的领域 那大漠叔叔 你想就是他 你把那个海南村民的 那个芒果偷了 这个算形式吗 这是民事 嗯 不是这是形式啊 他抢劫啊 虽然说人家表面是愿意的 但其实心里是不愿意的 他是事实上是形成了强迫的关系的 不是 别整活啊 等着三眼怪等着救命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那这个说 那这个肯定不算 那这个肯定是不算了 那墨叔叔 我觉得墨叔叔说的是有道理 墨叔叔这个不构成 而且是你行我愿的 这个 嗯 我不是 我也觉得 我也觉得 不是这样子 就是你公司 公司行为 你这个钱借过去 他就实际 他去出资 做了一个公司 你只要把所有链路的 这个转账记录 全部都记录清楚 这个就可以 事实上来说 你可以去 就是 实际 他是属于借款 你按照借款的方式去 你这个可以是告回来的 只要把聊天记录 和你的转账记录 给保存好 就可以了 这些我都有 这个就可以了 你可以主张 就是借款 不要想想 他家现在的房子 和宅一地的问题 前面我没听到 我只听到后面了 前面相当炸裂了 三观炸裂 对 我听到一半 我都炸裂了 我给你俩 快速形容一下 他爸招了一个房客 以房客的名义 招来的是 自己十多年前 就已经认识的 私底下的老乡好 住了几年之后 他爸骗他妈 在好几年之前 在八年之前 骗他妈把婚离了 说是买房的名义 结果把婚离了 那个他妈那边 啥财产也没拿 结果这个 这个女的 偷摸的已经跟他爸 领上结婚证了 给他妈现在也撵出去了 而且财产 他妈这边啥也没有 这个其实蛮难的 因为他之前离婚 是协议离婚吧 对啊 协议离婚完了以后 其实财产分割 已经结束了 对 就是在之前离婚的时候 其实已经默认 把财产分割 已经结束了 就是这个婚 已经离完了 如果他要申请 就之前的那个离婚 是有问题的 他先得证明 就他自己 这个也有问题 因为在法律上来说 是不存在假离婚 和假结婚 这个东西的 对 你就是离婚 就离就离的 对 在法律上就是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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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情况很多的 上海以前不是有人 没有名额买房吗 然后就假离婚 然后说我们拆了房 拆了名额去买房 一离离完 然后马上就跟新的 新的人结婚了 这种情况在 这种 这种就是 图大款的这种圈子里面 挺多 这种事 这个女的跟你爸 这个女的跟你爸之后 收敛了吗 还是像你说的 跟谁都行吗 这个我不清楚 因为他们把我们都赶走了 不能在 这个女的只跟你爸 你一个人说过让他们离婚 然后跟他结婚的这话吗 但是我只知道 他跟那些男的有过关系 这些男的 他有没有跟这些男的 说过这种话 这是谁的杂音呢 这个 一会儿你换个手机吧 再雷点 人家不太可能会给我 去做那什么样 不太可能去 去给我们 去做这个证 不是 你只需要知道 这剩下的东西 再说剩下的 他有没有跟别人说过这种话 我到时候会去调查一下 然后我还要跟您反映一下 就说我母亲说我爸给他下过毒 因为有一次他 我母亲感冒了 没有证据的事白说 这证据啊 证据 不能主观意想 因为我发现这个上来的都是主观意想 主观意想很弱的 在法律上你主观意想 你能说服吗 最终你还是谁质疑 谁举证 有什么问题 你得拿证据 下过 下过是下的怎么样 然后最后呢 东西呢 这个很难 所以说我觉得你现在就 如果你要现在把这个事刚到底的话 你我估计不知道有没有律师接 还得要让一个律师全程去 律师在这个阶段的最大作用是 教你怎么取证很重要 这些证据肯定会有遗留 才是重要的 上法院是讲证据的地方 不能主观意想的 不是说我觉得你是给我下药了 东西呢 很弱 很弱 真的很弱 明白 你不能这么说 对吧 因为有一个事 我大概跟你说一下 就是当双方发生矛盾的时候 双方各自都会站在自己 有利的立场产出问题 最终谁的证据有效 才是最终的赢家 你记住啊 就是我跟你吵架 你肯定是站在每个人有利的立场 你不会说我不好吧 你也不会说自己不好 所以说你看 在这种兑现之下 唯一能有用的就是证据 所以不能主观啊 主观意想是很弱的 让我明白 就最后你这个钱拿不回来 气还得出吗 嗯 他我看出来 他这样出气嘛 理论上来讲呢 他原来像你这么说的话 他外面肯定不止你爸一个 你爸只不过是他鱼塘中的 池塘 池塘当中的一条鱼 对 明白吧 以前的来找他干啥了 被你爸知道了 也挺傻 他也是一种方式 而且这个东西 他其实现在还有另外一个方式 可以追的矩阵就是 但是也挺难 因为八年前了 要证明他爸在婚姻程序期 就在八年前之前 跟着女的已经有事实的关系了 然后可以推翻之前的判决 就之前有协议离婚 我现在不要了 我现在开始诉讼了 这是另外一种方式 但是八年还来得及吗 八年之前也可以 就是你 我之前是被忽悠了 我这个离婚 协议离婚 其实我发现他的存续期出问题了 并且呢 把当年八年前的夫妻共有财产 然后发给这女的身上了 这个可以想办法取证去 但可能比较难 难了 有新的证据可以推翻的 对 但是没有 认了吧 认了吧 他直接去 我先问一下 他去找这俩人 他去找他爸跟这个女的的时候 他们在讨论的东西 他偷偷录音 能拿过来当证据的吗 录音在某一些情况下 才能作为证据 就是其实现在 就目前 以现在这个情况来说的话 就目前的法院判决来说的话 也不是所有的录音 都能当作证据 视频可以 但录音的话 其实最后能作为 重要证据的概率 就是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 被拍视频了 被拍下来视频 他俩亲口所说的这种 能作为证据吗 你可以作为监控三方角度 这个证据的 能被采纳作为直接证据的 可能概率要比录音高很多 对 在知情还不知情的情况下 你如果为自己取证 维权需要的话 你是可以进行拍摄 因为你没有对外 是可以允许的 不管你知情不知情 你要作为自己维权的话 因为你没有对外公开 就法院公开你的证据 就可以了 这个问题我不是觉得 应该去找胡律师吗 录音其实有很多东西是主观的 实际上 比如说 比如我举个一只录音的 他危险我人是安全 实际上有没有危险 什么是危险法 什么的 那我说两句 我说你 这叫我弄死你 他就很难判定 哎呀 我靠 他弄死我 他威胁我了 口头了 这也可以算 但是要综合判定 那我想问你一句 就说这个盖房子 这个六十八万是我全额打款给我父亲的 我有完整的那个打款记录 这个以及他的盖房那些票据什么的都在我手里 我能不能去举 我能不能举证把这个六十八万要回来呢 可以的 你可以主张这个钱是借给他的 你作为借款去主张 但是就是有足够的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是借款 当然了你这个赠予他也要有证明 这个其实打回来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好的 然后那我那现在就是那个另外我还是再重复 就是跟您说那个公司的问题 因为这个公司除了我母亲就是那个我给我母亲的那个公司 打了一百八十五万以后 然后还有三十万是用于员工工资 呃那个房那个办公室的租赁 还有购买那个那个办公室用品之类的 就是说也就相当于一共是两百一十五万 也就是我这么理解一下 这个买东西和发工资是从你个人账户打出去的吗 对 这也不合规啊 但是没办法 这个公司他一直是赔钱 那这个我能理解 就这一百八十五万钱也没有了 但是你可以实际证明这个钱是用来支付工资的 你在转款上面有写工资俩字吗 呃 有有那什么合同 有有合就是有你有劳动合同是在你手上的是吗 然后你打了几个月 你每个月都打吗 每个月都打 每个月都打的话 其实可以证明事实这是工资 这个可以打的 而且这些员工跟无关的都很好 可以的 他们也可以作为人证来佐证这个是工资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也可以计入公司的成本 呃 那也就是说我父亲知道这个两百一十五万的这个欠款 就说两百一十五万的欠款 然后我是可以要 我这么来跟你理解一下 这家公司是你爸爸一个人独资的是吗 呃 是我母亲独 是我母亲的 是我母亲的名字 是你母亲的名字 那你怎么问你爸要呢 呃 他知道这件事 他是属于他们夫妻共同生活期间 那个那个投资的 这个这个这个 然后你现在是想把这个钱问你爸要回来 呃 对 但这家公司是你妈的呀 你怎么问你爸要呢 呃 我这个这个公司里头有 我父亲投资了一万块钱 投资一万块钱占多少股呢 这个我们没有写 二一则 这个很难哦 他在工商 其实这家公司也是定 哎呦我操 这个这个公司是你妈当法人对吗 对我母亲当法人 你妈当法人的话 然后这个事是你爸传过的还是什么呀 我父亲我父亲说的 那你看这个坑之前就挖好了 也就是你在这家公司所有出的钱 跟你爸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全是跟你妈有关系 你这个官司如果要打的话 是问你妈要钱 嗯 跟你爸在里面投一万投两万 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在工商属性上来说 这家公司跟你爸没关系 嗯 你只有另外一种方法 就是这家公司是在你 你爸和你妈婚姻存续期 欠了你的钱 你可以主张这是他们的婚前财产 然后你赔的钱 他们一人一半 然后你可以问你爸要另一半 这个可以可以佐证 呃 但是那个有一点 就说在他们俩这个离婚以后 这段就是办公室的这段期间 我父亲一直在取我母亲的钱 并且在我母亲不知道的情况下 把钱转给了其他人 这个可以呃 就是用你母亲的卡转给人家的 还是先转给你爹 然后你爹再转给人家的 呃 用我母亲的卡直接转给 转给别人的 呃 你这个可以连你 这个其实 几年了 八年前的事了 呃 这 这钱不出意外 直接转到这个女的头去了吧 对 直接转到那个女的头 如果是在你妈不知情的情况下 你就死都可以直接垂直 他俩早就有关系 呃 不是 这个不用垂直他俩早就有关系 这个其实实际上已经 已经形成了一个 那个就是形成盗窃的行为了 这个是可以报警的 这个大幕大幕叔叔 这没毛病吧 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用人家的银行卡 跟另外一个陌生人转账 这个实际上来说 其实可以可以算盗窃的 大幕叔叔 大幕叔叔凉了 大幕叔叔正在女粉群 他说不行不行 你直接这么说是不行的 他还有一个前程关系 这两个人 如果是有生意关系的话 不是不是有生意关系啊 他的意思是 他爸背着他妈 拿着他妈的银行卡 然后给小三转钱 这个实时行为 如果不经过当事人允许 不知情的情况下 并且能够证明他 我不知道他是有什么方式转的 转账这个溯源 叫银行去溯源记录 如果是柜台转的话 溯源记录 溯源的出来 精手人是谁 或者说他是经过ATM转账 如果能掉得了 这八年也够呛 证明不是你妈亲手操作的话 这个其实是实际可以算是盗窃的 我有录视频 这都不是大头 大头钱不在这上面 不是 如果能够实际证明是盗窃的话 这个其实是形式啊 只不过是时间比较长 取证相对比较难 这不是大头 大头是他的宅基地和他那个房子 你这个相对比较难了 这等于是 这做一个辅证 就证明他俩早在七八年前 早在他离婚之前 大头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这个你婚内存续期 然后你要证明跟人家有关系 其实证据是很难的 几乎只能坐肩在床 你转了一个账 我们现在假设能不能提出这么一个问题 我们提出这么一个问题 他爸答是 那就要还钱 他爸答不是 那就要承认他俩八年之前就有关系 能不能提出一个问题 只有这两个答案 什么样的问题能够只有这两个答案 他爸回答是的话 那就要啥呢 就要承认他俩八年之前就有关系了 蓄谋要离婚 欺骗欺诈离婚 然后如果回答不是 不是那就要把他这个一百多万的公司钱 全都算他个人债务 哪个问题能够构成这两个答案 不是证据的问题 你这个描述描的我真听都听不懂 举个例子 就是你这个钱 是比如说啊 你这钱究竟是盗窃 还是转给别 转给你的情妇了 那么他回答说 你看很简单吧 你说盗窃 那我就判你行事 那你就证明啥呢 就证明你偷钱 那你所有的你的房产东西 我是不是都可以推翻重来 如果我要是说 我要是说不是 我不是盗窃 我转给我情妇了 那就证明他俩在八年之前 就已经预谋好友这个问题了 是啊 但问题是你怎么 我这个钱是转给人家的 你怎么证明我是情妇 他我朋友我借他钱行不行 那哪有哪个月 这么一直接着 一个问题的提问 你必须要有 他的回答 所代表的相应的证据 能够互相佐证 达到盖然性优势 你才能佐证 他这个东西是不是 不是不会因为 你一个转账记录 或者一个视频录下来 你就已经构成了证据链 关键是 不是视频 你在法庭上可以问吗 一个提问 他的回答的代表着什么东西 一定要有相应的误证 输证来进行佐证 才能够才能够确定下来 这个证据和他的回答是有效的 有关联的 我有他每个月的转账记录 这是这是他的转账记录的 佐证吗 那你能够转账记录 能佐证他跟他是婚外情关系吗 婚外情的关系 我们通过其他的方向去证 对吧 你这个 对 那这个问题就来了 你要证明婚外情关系 以及基于婚外情关系 对他在 就是相当于是 把夫妻共同财产 擅自转移出去 然后是因为要为了 这个维持婚外情关系 然后转出夫妻共同财产 然后因为这个原因是出轨 之间有因果关系 有很多一步一步的一个证明 要证明下来 那个我想说两句大王 这个问题你们问的 其实是第二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应该是 就是他法院当时判的时候 那个这个姐姐说 他当时他父亲给他母亲 写的那张纸条 确认的那个 是非真实意识表示的情况下离婚 但这个东西只能证明 你离婚不是出于自己真实的目的 但是不能证明你的财产分割 不是出于真实的目的 你能明白啥意思吗 就是我们现在要证明的最重要的问题 不是说这个离婚 不是我要离 因为这个所谓的假离婚 咱们现在是不认可的 但是你这个财产分割 如果不是你的真实意识表示 是可以 呃 才重新分割财产 或者重新分配的 这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我刚才因为 有别的事情没有听完全 然后但是 也听到了一部分 这姐姐说 呃 他父亲用他母亲的卡向外转钱 这个钱是在他们离婚 这个这个婚姻关系结束以后 还是结束之前 您能说一下吗 结束之后 结束以后的话 他严格来说 就是比如 他们俩已经离婚了 这个财产都是各自的个人财产 也就是说 咱不往形式方面说的话 最少可以 呃 说是不当得利 或者是侵占 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个就没有那么复杂了 这只能拿回来他转出去的钱 他 他的重点在担机 他是没有任何权限能转 那个 他母亲的钱 这只能 这个只能拿的回来 他转出去的钱 他的大头在哪 大头在他的宅基地 和他那个现代的房子 就是非真实意识表示的情况下 分割了财产 这个财产的分割 不是我真实的意识表示 咱们现在先研究 还没有翻盘的可能性 再研究尽量减少损失的可能性 这是一个尽量减少损失的可能性 先研究 有没有翻盘的可能性 没有 在研究如何减少损失 是不是 大王 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很多具体的 过经过卖的文书 也没有看到他具体的手上的证据 能够达到什么证明里 能不能翻盘 或者从哪个角度翻盘 其实他得全权委托了一个律师 然后把他手上东西全都交给对方 看了那个文书 看了中间的时间线 然后整理出来中间的几段 揉杂在一起的法律关系 那才知道 对 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最后一个准备吧 就算是 比如说他自己立了遗嘱 这个遗嘱也不一定 就是一定要按照遗嘱执行 因为如果违背公序良俗的话 是可以无效的 或者说是可以再重新分科的 就这个关系 如果你能证明的话 其实是也有一定的胜算 虽然不是那么大 看你的证据的扎实程度 你爸知道这女的在外面 有很多男的吗 他知道 不在乎 不在乎 这女的敢承认自己有很多男的吗 他不承认 也就是这些男的 其他他们他们 那他跟同时跟那些其他男的 知不知道啊 他们其他男的知不知道 其他人的存在啊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如果有人挑反呢 如果有其他男的说 我以为当时我才是他的唯一 最后没跟我结婚 整了半天他有很多 那我证明他当时跟我有碗线杂地 他也让我离婚了 那这种翻不了盘吗 这种只能证明 他当时婚姻存续期间 那他能证明他有过错的话 那就能证明他违反空虚良俗嘛 那么在遗产分科上来讲 他的遗嘱就不奏效嘛 那么那你在分的时候 你等于至少已经拿回一半损失了 那不一定 那拿回一部分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拿回一部分 可以上分 非存续期间 这个如果你有过错的话 是可以承担赔偿者 就是说除了分割之外 还有一个赔偿者 就是说我们财产是分割清楚了 但是当时我没有追究你的 就是你对我的伤害的这个赔偿者 但是现在我想追究了 那得证明他当时在离婚的时候 他俩已经有关系了 是吧 对 还是要证明他有过错 也就是说现在收集对方有过错的证据 是可以 现在还有那种结婚不到八年 然后财产不算共同财产的这说法吗 没有没有 财产分割不按这个的 没有了 他至少在夫妻的夫妻双方 我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 他爸跟那女的结婚 现在还不足八年 如果他俩现在离了的话 那女的应该是分不着的嘛 是这样 他的婚前财产永远是分钱财产 除非是分钱财产的资金 那他那个房子 那他爸这房子 他爸这房子跟那女的结婚 就是属于他爸的婚前财产 对 但是婚后如果正宇的话 你除非有证据证明他没有赠予的权利 或者说这个财产非他的 就不是他的 他就没有权利赠予 这种情况下 才就是比如说他赠予了 就是如果他有权 这个东西是他的 他可以赠予给别人 那这就是对方的财产了 就不是夫妻工程财产了 也就是说他分后处分了 就是说比如说 正宇啊 就是我送给你了 如果没有 我的意思是这么 我的意思是这个意思 如果他爸现在这个财产 跟这女的不算共有财产 他爸又换了一个新的呢 那这女的也是啥拿不着吗 对吧 如果他爸跟那个 现在跟那个小三离婚的话 他这小三能拿得着吗 那一是要看他愿不愿意分 因为要出于他的个人意志嘛 就他又出分权 他如果愿意给对方分的话 还是可以分 如果不愿意的话 那婚前财产他就不用分割 他爸如果要是想换人的话 我猜他爸可能会分 感觉自己挺讲究 但是亲生儿女跟亲生 亲媳妇他都没分 能不能分两说 但是如果这小三想离开的话 离开的话 他爸肯定是分皮不想给的 也就是说这小三 其实动摇了的话 是他啥也拿不着的 我这个大王 他爸跟现在的这个三 他之间的这个 是另外一段法律关系 你很难直接 我只要他爸 他爸这个财产不属于别人 他爸没的时候 这财产还是要轮到他手里的 对吧 你从遗嘱的角度上是这样子 对 但是问题就在于 他可以自己立遗嘱 并不是说那边排他了之后 自然就留到这边 他的遗嘱 他要给偏向这小三 前提他俩必须 他俩必须觉得自己被棒打鸳鸯了 但是他爸如果觉得 被这个小三背叛了 他爸会不会给这小三遗产 他爸只要不给这小三遗产 他暂时就不输 对吧 他暂时就不是输了吗 他爸只要跟这小三分手了 不给这小三遗产 那他暂时就不输 对 是吧 后面再研究后面 也就是说这小三 如果现在变心了 找着更有钱的了 或者是迫于他儿子的压力 他儿子想让他妈跟谁 或者是有任何的其他原因 这小三不想跟他爸了 他俩要离 他爸是分币不可能给这小三的 尤其这小三是告诉他们提前外面有人了 对 你不好说 前提是他现在还没触碰 真的不好说 真的不好说 大王 我实话实说真的太不好说 我不知道就是法上你自己在那个离婚案件之类处理了多少 我个人知道的 在再婚的婚姻 第二段婚姻里面 对第二段婚姻的 哪怕是非婚生子 讨好感是非常重的 有一部分人 对 讨好感是非常重的 因为他知道第一段婚姻他回不去了 之前的妻子和女儿不会管他了 你们说的是法律 我说的是人性完全不在一个点上 我的人性基础建立在亲生女儿亲媳妇 几十年下来能提前十年算计 他甘之小三的感情基础 我认定不会比他亲生的更深 甚至我猜测很脆弱的 往往在实际生活中不是这样子的 他因为第一段婚姻他算计了 他也没得到 而且他搞得很难看 他对第二段婚姻 对第二段哪怕是非婚生子 不是他亲生的 对方带过来的 他的讨好感在第二个家庭里面都很重 而且他知道在第二段婚姻里面 他的投入太多了 沉默成本太大 他沉默成本太大 而且是他第二段婚姻 他对自己养老和 这个女的想跟他离婚没问题吗 不能离婚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不知道他会为挽留 第二段婚姻付出多大的代价 那没关系 那是那是你你这女的导致这女的想离婚 导致现在这个小三想跟他爸离婚 也不见得能付出多大 需要付出多大代价呀 要不你要你要想突然间找一个帅帅的男的当总裁的去泡 这女的这肯定是费点劲了 那是扯淡了 他儿子不允许呢 他儿子说你要费得过我就我就死去呢 对吧 社会压力爆出来 你妈就是个小三那怎么办 他儿子怎么说 对吧 这不是这不是另外的一套道吗 说的根本不是法律 你们别别给下面打字 跟你们想东西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你们说白了 你们研究你们自己得了 别干涉我 你们再唠一会我再想想 对大方说对 而且就是周围的舆论 包括他儿子在整个家族的地位也是 很大的影响 他父亲毕竟 不是舆论压力 现在就是你儿子你总认吧 说白了他妈整这处 道德败坏的什么 整这处无非也都是为他儿子 不可能是为他爸 这没错吧 对 他儿子说你再整这处我就死 我现在没法活了 你整这处 我真的没法活的话怎么办 咱们在研究假的没法活 或者他儿子觉得没法活了怎么说 对不对 你既然要想办法 事实上在座各位 你们是法官吗 让你们上来评之外 那么烦 其实人家上来 上来问的是办法 人家都官司都打过了 主播我跟您说一下 一个女的 她的大儿子是开滴滴的 她的女儿是每个学校的研究生 我觉得像一个这样有知识 有文化 她女儿就是突破口 我告诉你 我就听到这 她女儿就是突破口 我们跟她女儿交涉过 她女儿不管 没关系 她女儿能跟她 能跟她那啥 划情关系就行 没关系 她女儿就是突破口 她女儿不要这脸 说我没这妈 我认 我妈干这事 跟我一点关系没有 我没这妈 我从小就没花过她钱 甚至你爸的钱 是不是直接拿过她上去 我没这关系 她认就行 她认 她认翻这脸 你认掏这钱 行不行 咱说最差结果 得了吧 我上学上这些年 我妈单身 我妈一直不挣钱 我怎么活这么大的 我不在乎 不给压力就行 咱认她家的人都这样 咱认赔 就当法院判的输了 对吧 我让你得劲了吗 我肯定也不让你得劲吧 是吧 网报肯定是不行的 网报开河肯定是不行的 一定是有其他方式的 一定是有其他方式 她儿子 一儿一女 俩人跟她妈都翻脸 就应付你跟这老头 现在我俩都没法做人了 对不对 想想怎么能 怎么能在不违法的情况下 她女儿她儿子受不了的事 就你这正常打电视台记者 过去跟你一采访 你就领到学校去采访她女儿 你妈干出这种事 你怎么想 咱听听吗 对不对 这不用开河 这他们是当事人 他们互相都知道在哪 开什么河 对吧 人总归要在社 人在社会上活 总归是要张脸的 对吧 她妈要了这钱 跟人家赔68岁老头子 结婚 结完婚 最终为得不就是那点钱 分点财产 给自己儿女吗 自己儿女 如果说现在已经不行的话 已经受不了了 断绝关系好 啥也好的话 她就已经失去原动力了 我明白 对吧 这个时候她妈是脆弱的 对吧 她妈可能过早 尽早的想让你爸赶紧立个遗嘱 把这钱给这俩孩子 以后不搭理她也行 砸地的 可能整这处 如果是走这条道的话 然后你再给你爸这边安排一个 不是安排 假如你爸遇到新的小串 你爸现在觉得这个肯定难受了 或者这个女的 觉得你爸不支持她 他俩矛盾的时候 就出现个新的男的 这个女的可能又动摇了 你在研究后面的 后面的裂缝 裂到哪吗 它不一定怎么裂吗 对吧 你的突破口肯定得找着 他们得自己觉得 就是现在的情况 就是任何证据法律上来讲 肯定是不占你的 只有他自己选择不要 嗯 对吧 嗯 你找常规报纸媒体曝光 肯定没问题 我觉得 这是不违法的 我明白 嗯 他儿子开网约车的 嗯 不到国内啥法律 就要是在美国这种情况 我就租个宾地上 在前面点击啥去 我说的 是吧 嗯 我可能 有点 不太正能量啊 我 我大概后面 我刚刚在点击 后面 这一切有气流 但是 这个 这个东西啊 就真是很难 当然 我听的故事 我也大差不差了 就是 你真的是 让他 反正就以牙还牙呗 但是 哎呀 你因为你并不了解 每个人弱点和缺点 当然了 就是快一恩仇嘛 爽聚嘛 还有一种爽聚嘛 都行 跟这个的话 我觉得把这个心思 关键是不知道 这个上脉的这个小学 就是生活 收入 经济稳不稳定 你如果觉得 哇 这个经济在这里 让你出口气爽快的话 也达到目的了 也可以 他说万一 你出口气 达不到目的了 你要多考虑啊 这个东西 反正 我说一句 怕 我说 这种家庭 这种三观的 这种三观的母亲 交出这俩孩子 不出意外 肯定是不要这个脸的 这个女生的 未来的老公 男朋友 去采访这个男的 你 你的媳妇 那妈妈是干这个事 问你如何做 问你如何做感想 上他的单位去采访 这个男的 才是这个女 他的女儿的 深深的痛点 他女儿是指定 不要这个脸的 明白吧 他女儿肯定 不要这个脸 能在这种 妈身边 去长大 天天看着不一样的 男的来他家 他肯定是 不要这个脸的 他心里面 真正的痛点 在未来 另一半 他儿子肯定有 他儿子的痛点 你采访他俩 行 我不要这脸的 我妈跟我有啥关系 不到 别问我 肯定是这个嘴脸 没男朋友 咋办 你这边也别嫁人呗 你换 你触对象 你跟谁看那样 我都采访 我都问你 你想注意了 我都有媒体的朋友 是属于双方的 你不能双方 没双方 他又说 我们讲的 你也问 如果他女儿的 未来的男朋友 或者老公 能说出这话 那蛇鼠一窝 你认栽吧 姐妹 对吧 蛇鼠一窝了 上梁不挣 下梁歪了 这你就认栽吧 这就没啥 没啥好说的 对吧 那学校知道 他这情况吗 不知道 原生导师知道 他这情况吗 应该不知道 学校或者导师知道 大王这是他妈妈犯的错 他不直接的影响 他自己 我只想知道 对于你妈妈犯这种错 你是什么态度 我不在乎 我已经输了 我只想问一下 你是什么态度 如果你也是坚决反对的 行 那也算你有良知 我就不是蠢 我就是坏 我就是来单纯问 你是什么态度 我不是来制裁你的 对吧 你看我好说好上来 我问你 你妈妈干这种事 女人哪 是我妈这样 我咋不理解 行啊 行啊 我回来再拿这视频 去问你妈妈 对不对 反正已经败了 官司已经败了 你还有什么怕失去的 你还怕耽误点时间 对吧 姐姐 我再跟你说两句 我下去 就是我的意见是 这个东西 你收集证据 然后找律师 是能完美一部分损失的 嗯 然后尽快去解决这个事情 不要再拖了 就行 嗯 好的 我跟法上是同样的观点 你把证据固定好 搜集好 找律师商量 尤其是理出一条 你父亲跟你母亲 离婚前发生的一些 跟经济上有来 尤其是在经济上 有比较大额 或者有异常 或者值得关注的 一些转账之类的 来佐证一些东西 把证据搜集好好 固定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其实我不太建议 你把劲儿使大了 因为 嗯 我说一句 很难听的话 在离婚官司 这个事情上面 在绝对的经济 和绝对的利益面前 人性听不起考验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劲儿一旦使大了 无非就是两条路 第一 你爸回过来 给你发火 让你收手 第二 激发出你爸 对那边的愧疚感 更要把什么都 捧上去讨好那对母子 那就不知道了 嗯 谢谢您 谢谢您 非常感谢 我讲了 这个 然后我也 我也要先天 就是从法律上来说 其实你们是 不属于夫妻关系 所以说 我也有各种方面 比如说你去那边闹 去那边吵 去那边搅拷搅拷 但法律上 是不受任何保护的 有可能 自己 把自己的整理去来吃亏了 所以说你看 现在人家在法律上是合法家庭 所以说你们前面那一段 你会结束了 包括你想说各种果断 像爽具那样去整一下 然后再各种 但如果是破坏结果产生了 就看你这个行为过程当中 有可能你也是 伤敌1400的 那实在没办法 因为法律上不受保护的 就没办法 那我明白 对啊 好吧 就是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摇一群人 给他揍一点 但是你说这个事很爽 但是这个时候 我们现在呢 不属于 相比1400的 我剪片了 我还记得 拿着玩具 你接着讲 谢谢您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真的非常感谢 没事 我们再想想 看看你个人啥脾气吧 依我 分批不要 我们跟他跟他 刚到底 我让他在这个 我让他在这个楼里面 接到万他都过不了 老头他还丑了 他俩都是唾弃的 我宁可一分不要 看你啥脾气 我知道 看你自己啥脾气 好 谢谢您 非常感谢 好 我就这样 拜拜 各位 各位 你们既然能说出来 说什么 一面之词啊 什么这些东西的时候 就别装网络大圣人 行吧 咱别装网络大圣人 那是亲爹 是抚养自己40岁 在一个完整家庭 原生家庭下的亲爹 给他妈连他都揍了 把家里面能卷的钱 全卷跑了 连卷带片的卷跑了 去给那一对去了 完了你们跟他说啊 建议你 建议你那个多 根据法律 买个教训 发生你们家的时候 说白了 为啥你们当不了主播 为啥你们没有200万粉丝 别装网络大圣人 行不行 装什么网络大圣人 换到你家 两万块钱 你都干头破血流 这个互联网 疯狂吹牛皮 换我的话 我要回多少钱了 我这钱我就直接拿了 我就给他做流量 对吧 我拿回十万了 我宁可这十万 我当我一分没有了 我肯定让你难受 对不对 你法律已经不支持我了 你就你抱杠冒熟 行你不让我去 我明天来 你再高班 我有工作就来找你 我逼让你难受 对吧 法律 法律上来讲 你要付出代价 是他爸提前做的局 而不代表你要承受 你要承受所有损失的结果 对不对 法理情这个社会 拥有三样东西 法是约束人 人类道德底线的最底线 约束人类道德的最底线 明显他们已经突破这个底线 但是拿这个底线卡着 你不能再追溯其他的 人家不会还击你 恶心人家 欢迎还击 哥们 我想听听你怎么个还击的 你的母亲和一个有家的男人 在人家没离婚的情况下 真心相爱了 我想听听你怎么还击 你要不理我 我还拿你没招 我就怕你搭理我 对呀 还击你不就出破绽了吗 要的不就是你还击吗 他怎么还击你